分見大選倒數氣勢很足 但最新一份民調出爐 柯智恩卻大輸對手陳其邁 以支持度來說 陳其邁有百分之五十八點五 大幅領先柯智恩的百分之十三點五 而在陳其邁的市政滿意度上 整體是百分之七十表示滿意 尤其在藍營票倉的左南區 陳其邁更拿下了百分之七十二點四 市政不問族群 不問黨派 也不問年齡 該我們努力來做的事情 我們就全力的來解決 每次遇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民調的一個數字 我通常都會帶著一個 平常的心情來去一個看待 我記得昨天也有一份民調出來 那民調的數值跟昨天晚上 所公布的數值是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你覺得我應該是 相信哪一個民調 這一份民調也針對兩黨支持者調查 民進黨支持者中高達百分之九十四點一 支持陳其邁只有零點九選柯智 而國民黨支持者 柯智恩有百分之六十五點五 表態會選陳其邁的有百分之十四點九 是否意味著藍營票倉又有變動 我想這樣的支持度也代表 這樣子的板塊逐漸在改變當中 陳其邁很厲害的是 他懂得去經營這一塊 他不斷的在郡處裡面示好 台積電進駐這一塊 藍營議員也表達肯定 加上陳其邁請跑 拼市政也受當地里長歡迎 左南區看起來似乎不再鐵板一塊 究竟高滿意度最後會不會都化成選票 結果出路前誰也不知道 三選諸位大黃大衛股不先 高雄報導 唯一槌 小段 契國家 劃